全油管最快新闻 2月18日春节长假结束 阿谷开启龙年首个交易 节前金管曾努力维稳指数反弹 市场期待劫后行情 历史显示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涨跌参半 今年是阿谷第三个龙年 前两个龙年表现不错 分析师表示市场短期以超跌反弹为主 普涨特征明显 流动性改善内外因素共振 将支撑市场继续反弹 短期赚钱效应有望 但需关注政策持续性 投资者可视度关注节后 行情保持立信投资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